在主机游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诞生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有的游戏凭借出色的素质 逐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众品牌 发展成为作用千万级IP的超级巨星 而有的游戏则仅凭一己之力 成功让一台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游戏机 重获新生 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而有的游戏又因为自己独特有趣的玩法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游戏类型 让后世的作品纷纷效仿 因此本期视频我带来的内容 未必是当今科技发展下最尖端的3A大作 也不一定是那些画面顺库到无与伦比的显卡杀手 它们中的很多古早的甚至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洪流 但是在我心中 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开创型 它们或者独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类型 又或者凭借超高的成品质量 将某类游戏发扬光大成为一代经典名作 那么这期视频就让我带大家盘点 那些曾经影响游戏历史的十大经典作品吧 从人类诞生那一刻起 游戏便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 游戏的表现形式也逐渐的多元化 尤其是电子游戏的诞生 更是大大拓宽了游戏的种类 关于世界上的第一款电子游戏 究竟是谁 一直众说纷纭 也无从考究 但是游戏界普遍比较认可 或者说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1972年 由亚达利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Pone的游戏 Pone的玩法非常简单 就是两名玩家分别控制左右两个旋钮 通过波动旋钮来移动屏幕中的数条机球 哪边没有接住 哪边就算输 虽然游戏的画面十分简陋 规则也极其简单 但是它的出现却具有非常的意义 它标志着电子游戏 这个新兴的游戏类型 开始逐渐走入普罗大众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全新娱乐形式 俄罗斯方块 顾名思义 本作是由俄罗斯人阿列克谢 帕基特诺夫 于1984年开发出的一款电子游戏 关于该作 我想屏幕前的观众 无论是否是一名游戏玩家 应该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吧 从90年代各路山寨掌机 到如今最新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历经30多年的历史 它依然深受全世界玩家的喜爱 也有着超过50种语言的版本 从掌机到家用机 甚至手机 几乎任何平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时至今日 每天依然有数百万玩家 乐此不疲地在这个 由方块搭建的世界里挑战 而关于俄罗斯方块的累积销量 更是无从查起 因为没有一家媒体 能给出一个真正让人信服的数据 反正你只要知道 如果真的能给俄罗斯方块 统计出一个确切的销量 那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1983年 震惊业界的亚达利大崩溃事件 使得电子游戏这个新兴的娱乐产业 几乎从整个北美市场销声匿迹 短短4年时间 让原本34亿美元的游戏市场规模 直接缩水值不足1亿美元 跌幅超97% 就在几乎所有人都看衰游戏市场前景的时候 一家来自日本的游戏公司任天堂 却凭借一款名为超级玛利欧兄弟的游戏 彻底扭转这一局面 超级玛利欧兄弟诞生于985年9月13日 而他的制作人正是享誉世界的游戏之神 公本帽 该作凭借有趣的玩法和丰富的关卡设计 发售后迅速席卷全球 累计销量达到了惊人的4024万份 不仅被媒体评为游戏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也让公本帽一战封神 而他开创的奥迪横版卷轴式玩法 更是被誉为现代游戏的雏形 对后世同类作品影响深远 相信屏幕前不少70、80乃至90后的童年 都是伴随着这款超级玛利欧兄弟长大的吧 现如今说到电子游戏 总是唠不开车枪球三个字 作为当今游戏领域的三大支柱型产业 其中有以枪作为火爆 毕竟车和球在现实中也比较容易实现 唯独枪你总不能 因此为了满足人们最原始的对杀戮的渴望 各大游戏厂商纷纷以枪作为核心玩法 诞生了大量的游戏 从早期红白机上的魂斗罗 到后来阶级平台的合金弹头都成风靡一时 但是这类横版设计游戏总是感觉缺少点什么 那也许就是带路感吧 虽然满屏幕的夺子弹 玩起来也确实十分紧张 但是毕竟还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游玩 多少还是缺少了一点生灵其境的感觉 于是FPS游戏便应运而生 1993年 由ID Software开发的德军总部3D 将战争题材融合了第一人称射击的玩法 来到了玩家的面前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种伪3D的画面表现 再加上满屏幕的马赛克 看着确实有些一言难尽 游戏体验也并不算太好 但是在1993年 FPS游戏还处于萌芽阶段 德军总部3D的出现 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也正是该作出现之后 FPS游戏才真正登上电子游戏历史的舞台 魔兽争霸是一款由暴雪娱乐制作的 即时战略游戏 系列的初代人类与兽人 于1994年发布于PC平台 该作发售后就凭借优秀的品质 深得即时战略玩家们的喜爱 而2002年发行的魔兽争霸3 更是风靡整个网吧 让全世界的玩家 痴迷于这个奇幻的世界 也见证了RTS游戏最后的辉煌 然后魔兽争霸的贡献 还不仅限于此 暴雪在魔兽争霸3发售后 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玩意 那就是地图编辑器 玩家可以利用这个编辑器 自由地创作地图 其中一张名为 Defense of the Asians的地图 开始广为流传 它简化了RTS游戏的经营建造部分 强化了敌我双方之间的战斗 大大提高了游戏的节奏 而这也成为之后MOBA游戏的雏形 后来的DOTA 英雄联盟 都是基于WAR3的这张地图发展完善 野浪MOBA类游戏一直火爆至今 而基于魔兽争霸世界观 开发的大型多人网游 魔兽世界更是成为这个星球 最具影响力的MMORPG 野浪暴雪的市值一度达到巅峰 该作于2004年在北美公厕 凭借魔兽的巨大影响力 魔兽世界上线后迅速火爆全球 短短三年时间 付费用户就超过了千万 野浪数以亿计的玩家 都曾在爱泽拉斯大陆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各位观众 我特别想知道 在你们心中最经典的恐怖游戏是什么 欢迎大家把它的名字打在弹幕里 而要说世界上最知名的恐怖游戏 那一定非《生化危机》系列魔术了 因为它的影响力早已跨出了游戏圈 电影、动画、小说等诸多相关产业 甚至大大推动了上司文化的流行 《生化危机》初代 发售于1996年 是由日本知名游戏公司卡普空发行 游戏制作人为《山上真思》 虽然《生化危机》系列 并不是世界上第一款恐怖游戏 就连制作人本人也大方地表示 该系列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一款更为古早的PC游戏 《鬼屋魔影》 但是《生化危机》绝对是第一款 让恐怖生存游戏火出圈的作品 系列的首部《生化危机》一发售后 就大受欢迎 成为了PS主机首款销量 颇百万的原创IP 之后的每部作品都能轻松突破百万级销量 让该系列几乎成为恐怖生存类游戏的代名词 而它的最新作《生化危机8乡村》 也于今年年初发售 不知题目前的各位观众 有没有体验到被夫人所支配的恐惧呢 1990年 当田靠志把一本名为《胶囊怪兽》的企划方案 散掉至任天堂时 可能谁也没有想到 这只黄颜色的耗子 未来会风靡全球 成为世界第一吸睛的超级IP 系列的初代作品《宝可梦红绿》发售后 凭借收集交换对战的新奇体验 让已经几乎日博西三的Gameboy起始回升 在全球狂兽4500多万份 要知道作为一个全新IP 这样的销量已经不仅仅是用火爆字可以形容的了 现在回头想想 宝可梦所提出的利用数据线 实现玩家之间的交换与对战的玩法 不就是社交类游戏的雏形吗 在那个网络还处于蛮荒时代的20世纪末 宝可梦的游戏概念 比起后来的PC与手游上的社交游戏 要足足提前了十多年时间 而之后系列的每一部作品 都能达到千万级的销量 这也让游戏里的几百只形态 各异的宝可梦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其品牌价值更是超过星球大战 米老鼠 Hello Kitty等一众大碗 以1000亿美元的价值 稳坐全球最赚钱IP宝座的第一位 成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游戏品牌 电子游戏行业发展到现在 已经逐渐成为了全球最热门的娱乐产业之一 其中更是诞生出了无数的经典作品 而要说其中最富争议的游戏 那GTA系列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一方面GTA以超高的游戏质量 打造出了一个宛如现实世界一般的真实都市 另一方面大量的暴力和承认内容 也使得GTA系列在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销售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即便如此 该系列依然深受全世界玩家的热爱 不幸看看发售于8年前的GTA5 至今依然霸占着各大游戏销量榜前十的位置 就足以看出这个系列是多么的受到玩家们的爱戴 而要说GTA最大的贡献 无疑是将开放世界这个概念发挥到了极致 从1997年系列的初代发售起 Rockstar就坚定不移的将开放世界 作为该系列的核心要素 而也正是从GTA开始 越来越多的游戏逐渐将开放世界的玩法 运用到自家的作品之中 但是至今也没有哪款同类游戏 能够超越或者达到GTA系列的高度 发售于1998年的塞尔拉传说十之敌 一经面世就在玩家和媒体口中 获得了炸裂级的反响 不仅成为日本媒体Famiton史上的第一款满分游戏 而且超高的销量使得十之敌长期都处于缺货状态 当年的盛况相比于如今的旷野之息 也是由过之而无不及 当主机游戏进入到第五世代 伴随着图形技术的飞速发展 3D游戏中在当时看来全新的概念 也开始渐渐崭露头角 但是早期的3D游戏虽然应用了3D图像 但是在制作理念上 依然难以跳脱出奥地游戏的设计思路 因此才会出现坦克式移动 这样跌脚的操作方式 如何控制3D游戏中的人物行动 成为当时业界的最大难题 而任天堂则很好地充当了 那个解决问题的人 其实在14D之前 任天堂就曾尝试用超级马六64 进行3D化的摸索 但是直到十字笛的出现 才真正完美地解决了 3D空间中的人物移动和视觉等机制 对后世游戏影响深远 尤其是锁定怪物的经典设定 一直沿用至今 即便是现在 十字笛依然被很多游戏制作人 奉为教科书一般的存在 可以说如果没有十字笛的出现 3D游戏的发展 也许还有晚上很多年 此刻是不是应该把 《赛亚大传说天下第一》 打在干幕里呢 《我的世界》最早于2009年 由来自瑞典的工作室 摩奖开发的一款沙盒建造游戏 作为最早的一批独立游戏 在《我的世界》成功之前 这个行业几乎没有成功的先列 这是《我的世界》取得巨大的成就 不仅让制作人马库斯 从一个穷小子 变成一名身价过亿的超级富豪 更是激励了无数的开发者 进入到独立游戏这片全新的市场 也才有了如今独立游戏 百花起放的盛世 而《我的世界》所主打的 沙盒建造玩法 则早终于让玩家 在这片由方块所组成的世界里 自由地探索与交流 并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创造各种建筑 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神奇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该作常常被玩家们 戏称为别人的世界 自由的玩法 有趣的多人模式 也让该作至今依然乐度不减 被评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游戏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以上盘点出的10款 影响游戏历史的作品 不知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想法 或者还需要补充哪些游戏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内容 还望点个赞支持一下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